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笔MS AI学习频道,我是一笔。 这阵子AI的消息真的多到爆炸,一笔特别把资讯去无存经整理出了这集1月份AI重点心讯精华。 这集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实用,我们要来聊聊,OpenAI居然推出了超便宜的订阅方案,但代价是什么呢? 还有,Apple和Google这两个死对头,竟然世纪大和解,这对我们iPhone用户有什么影响? 另外,我还要介绍一个救星级的免费工具。 如果你有用Google Notebook LM做简报,这个工具绝对会让你感动到不行。 还有,若你家有中小学生或是习惯用台语的朋友,这集绝对不能错过。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ChatGPT,OpenAI终于推出了全球引颈期盼的轻量级订阅方案,ChatGPT Go。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之前在犹豫要不要订阅Plus版时,都会卡在那个每个月20美金的价格门槛。 现在,台湾的定价出来了,每个月只要290元台币,是不是瞬间觉得钱包友善了很多? 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重点,比起免费版,它给你10倍的讯息额度,而且可以无限次使用GPT 5.2 Instant模型。 这对于那些觉得免费版的GPT 4.0常常卡住或是次数不够用的重度文字工作者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不过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 购方案虽然便宜,但它拿掉了一些进阶火力。 比如说,你不能用Sora生成影片,也没有Codex Agent这种强大的城市马代理人。 而且它的思考推理能力虽然有,但额度比Plus少很多。 还有一个大家必须注意的重大改变。 OpenAI为了支撑这个低价策略,宣布未来几周内将在免费版和这个Go方案中开始测试广告投放。 虽然官方保证广告会和内容分开,AI的回答不会被广告商收买,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后在问ChatGPT问题时,旁边可能会跳出相关产品的推荐。 如果是你,你会为了省这300多块,愿意忍受广告吗? 接着这个新闻可能会彻底代表果粉们的使用习惯。 大家还记得之前Apple说要整合ChatGPT吗? 最新的消息确认了,Apple与Google达成了一项多年的协议。 下一代的Apple Intelligence和Siri,底层核心将由Google Gemini驱动。 这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表示以后你的iPhone、iPad、预设的大脑将会变成Gemini。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Google最近这么积极在推广Gemini的云端与边缘运算能力。 虽然Apple装置里还是会有ChatGPT的选项,但在这次的战略合作下,OpenAI的角色似乎稍微被边缘化了,变成了一个外挂的选项而不是核心。 说到Google,他们自家的Gemini也有大更新。 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个人化智慧服务,Personal Intelligence的功能。 这功能强大在哪? 它能安全地连接你的Gmail、Google相簿、日历等App。 举个例子,以前你问AI,我上次去日本玩是住哪间饭店? AI可能会胡说八道,但现在,Gemini可以直接去捞你的Gmail订房记录或相簿资讯,给你一个精准的答案。 Google强调,这些资料只用来回答你,不会用来训练模型。 隐私部分做得蛮小心的,这才是我们梦想中AI助理该有的样子,对吧? 除了消费端的应用,Google对开发者也释出了两个很厉害的模型。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应用。 第一个是Translate Gma,是建立在Gma3之上的开源翻译模型家族。 最厉害的是它的4B版本,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跑,支援55种语言。 同时它保留多模态能力,可在图像文字翻译任务中受益, 并以在Kaggle、HuggingFace、Colab与Vertex AI等平台提供模型与范例, 方便开发者导入各种翻译应用。 这意味着以后我们出国用翻译App,不需要联网,也能有超品质的翻译。 而且因为是在手机上算,隐私更有保障。 第二个是VIO 3.1,Ingredients to Video,是Google DeepMind最新的影片生成更新, 可用多张图片当实材,搭配简短文字,自动生成具故事性与运镜感的影片。 它强化角色与场景的一致性。 同一角色在不同镜头中外观更统一,背景、物件和材质也能跨镜头延续,画面更连贯。 支援原生9比16直视影片,并可升频到1080P与4K,方便直接用于Shorts与专业剪辑。 一般创作者可在Gemini App,VIO直视模式,YouTube Shorts与YouTube Create中使用。 企业和专业用户则可透过Flow, Gemini API, Vertex AI, Google Vids 缠接到工作流程。 所有生成影片都会加入Synx ID浮水印,并可透过Gemini App验证影片释放由Google AI产生,以提升合成内容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讲完Google,我们不能忘记那家最像人类的AI公司,Anthropic。 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功能,叫做Cowork。 以前我们用Clode就是一问一答。 但现在,透过Cowork,Clode从一个聊天机器人,进化成了你的桌面代理人,Agent。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授权Clode存取你电脑里的特定资料夹。 想象一下,你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汇域笔记PDF散落在桌面上。 你可以直接跟Clode说,帮我读取这个资料夹里的所有笔记,然后整理成一份总结报告。 Clode就会自己在背景读档写作,完全不需要你一个一个复制贴上。 而且,为了安全,如果要进行删除这种动作,它一定会先问过你。 目前为Clode Max订阅者在MAOS App的研究预览版。 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我特别想推荐给各位的免费神器。 大家都知道Google的Notebook LM很好用,可以一键把笔记变成简报。 但是,用过的人一定都有一个痛点,它深层的简报是PDF或者是图片,根本不能改。 我有发现一个超级好用的工具,叫做DeckEdit。 这是一位香港开发者,Keith Lee老师开发的工具。 它的功能非常直观,你把Notebook LM产出的那个PDF丢进去, 它会利用AIOCR技术把上面的文字抠出来,变成可以编辑的文字框。 你可以改字,换颜色,甚至去除浮水印,最后直接输出成PPTX档。 最重要的是,它是完全免费,免注册。 详细借集及操作,建议收看一笔1月14日的影片介绍。 相关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 应是免费工具,可能多人使用,执行上有时候需要等待一点时间哦。 另外有两个关于App的快讯要提醒大家。 第一,微软超好用的扫聊软体Microsoft Lens即将在2026年2月下架了。 官方建议大家改用OneDrive App里面的扫描功能。 虽然功能差不多,但OneDrive强制要把档案上传云端, 这点可能对某些习惯离线存档的朋友来说比较不方便。 大家要记得赶快备份Lens里面的旧档案哦。 第二,家里有青少年的家长注意咯。 YouTube针对Shorts短影片推出了新的防尘影机制。 现在家长可以设定观看上线,还有就请提醒。 时间一到,荧幕就会锁住,希望能稍微拯救一下孩子们的视力跟睡眠啦。 最后,我们把镜头拉回台湾。 还有一个很酷的消息,教育部推出了台湾台语输入法。 以后在手机上,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出正港的台语字了。 不管是罗马拼音还是汉字都支援。 对于想要缠成母语,或是喜欢在信息里夹杂台语的朋友,这真的是一大福音。 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二本专为国高中小学生设计的AI教学手册,开放免费下载。 我觉得不只是学生,对于想了解AI入门的大人,或者老师们想找教材,这都是很棒的资源。 国小版特色 我和AI一起学,适合国小生,七十四页以故事化任务导向呈现,包含七章如 AI是什么,怎么跟AI沟通,及AI帮助学习,使用可爱插画避免枯燥,教导AI非万能并需验证资讯。 国高中版特色 诈欲AI洞察未来,数位公民的必修课,针对国高中生,提升至分析反思层次,同样七章探讨AI生活应用,学习辅助,真假辨识及未来影响,目标培养AI共学力与公民素养。 这集的资讯量是不是真的多到炸裂? 曾OpenAI的价格战,科技巨头的世纪联手,到Cloud的进化。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2026年的AI趋势已经正式从凭技术规格,转向拼使用者体验了。 说真心话,为了在正值工作之余,还能坚实提供大家最正确实用的AI心讯,我的周末几乎都奉献给了电脑,从海量资讯中筛选验证,制作简报,一路到每边后置,全都是我一个人利用假日完成的。 算一散,我真的好久没有走出户外透透气了。 为了能走更长远的路,也为了健康着想,并维持内容的高品质,未来我们这个美中AI心讯单元将调整为每月一到二次的重量级精华版更新,坚持重值不重量。 不过别担心,如果有突发的关键消息,我也会忍不住第一时间分享的哦。 欢迎大家现在就追踪我的Threads,才不会漏接哦。 希望这些整理对你们有帮助,请继续支持,按赞,订阅。 我是一笔,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